原来囤年货也是有攻略的 我们武汉早食摊里有大乾坤 打年货的第一步 打年味 没有什么能够抵挡武汉人对炸园子的喜爱 作为年味的寄托之一 大冷天也愿意排长队 就为了那一带冒着热气的 圆滚滚的黄层层的炸园子 至于哪家炸的好吃 还是相信爹爹婆婆们的烟光 哪个地方排队多就去哪里买 除了炸园子 肉糕 藕夹 腊肠 这些都是乌寒啊 从小起到达 脸也繁左三立鼻北 过完早在早市上能够一次性买齐 打年货的第二步 水果市场 到了春节水果当然不能缺席 而且还得走量大批大批的囤 这个时候水果市场的优势就出来了 买得越多越实惠 打年货的第三步 大西间 武汉人买各类的喜价 往往都是直奔汉政街小商品市场 就像莫斯 得脸啊 中国节啊 红包啊 挂钱呢 一系列象征着新年的物件也多到惊人 除了汉政街 补田四路上的太平洋农贸市场 也是购买年货的好选择 不仅可以采购便宜的干果 零食 粮油 还能够顺带买其他的食物 一举两得 年货买得好新年的气氛和排面才算是到位 武汉啊 还有没有大联合力 好去处评论区推荐给我